謝謝郭教授的介紹 剛剛郭教授已經把P&A做一些概念的答案 所以我這邊可以講快一點 那P&A是這個縮寫 就是particulometer 剛剛郭教授提到說 它的來源其實有很多種各個的成分 所以也不一定說 就是一定 每個地區會有不太一樣的組成 所以如果你去努力去做 會找到不一樣的來源 不過來源的範圍非常廣泛 包括你塵土灰氧的很細很細的吹上去 所以剛剛在修長地方是看到 地圖上面看到很多都是在沙漠地區 很高的PM2定位 那Size剛才提到說 它的範圍其實蠻大的 可以從dall mode到micro mode這個range 那它有不同的組成 會對健康影響可能也不太一樣 那剛才鋪路的情況 包括說你急性很大量鋪路 跟長期小量鋪路的影響 可能會不太一樣 那Line cancer的部分可能是比較 像是長期的鋪路造成的 那待會提到Infaction或AOAD 可能有時候是急性鋪路 就會造成一些摩擦的體 那當然它是可以降低 你降低污染來源 就會降低這個PM2等 或者是說 你降低這個 你降低用Fearter去Fresh 所以過濾工具還是有幫忙 但是當然不太可能大氣整個過濾 那當然還要降低它 precursor gas 有些就是 產出來的Gas 在空氣中會發生一些 化學反應或光學反應 然後產生這個PM的component 所以如果可以降低一些precursor gas 當然就可以降低這些PM2等的情況 那這些precursor的Gas 包括這個Savro-Digest 就是二氧化硬 還有二氧化硬 還有一些增化性的有機的component 那這些component當然可能來自於 大部分可能來自於 我們燃化石化燃料 所以剛剛提到說 包括電廠 包括石化工廠 它們燃燃燃很多這些石油的製品 就會產生很多這些sauce 那也可能是因為 我們燃燒這個垃圾 所以有時候 大家都不喜歡 垃圾混濫乳蓋在旁邊 垃圾混濫乳也會產生 有時候電鋼也會產生 所以剛剛說中鋼也會有影響 那當然如果 自然也會產生 比如說火山爆發 會產生很多很多的particle 那些particle就會很小 所以這些釋放出來的particle 或是氣體 Ocane gas 會在空氣中 做一些特殊的反應 然後再產生這個PM的component 所以剛剛都提到說 各種各種的來源 那這些來源我們其實是 大部分都是人類造成的 除了你 當然我們沒有辦法控制火山爆發 但是人類這些可以 降低你的汽車燃燒的汽油 也降低工廠燃燒廢氣的排放 那當然大家就不要加那麼多流 這些汽油還有 甚至說我們送衣服去乾洗 也會可能會產生這些organic的case 然後造成這些PM的component 所以剛剛提到說 這particleometer 它size公平很多 total總稱叫做total suspended particle 就是它能夠飄起來 多通算 那如果大一點叫PM10 PM10就是小於10的micron 那待會兒給大家看 我們一般常講的PM2.5 就是更小一點 小於2.5 那有更小的就小於0.1micron 就是100nm 就是ultrified 或者nano 我們nm幾次 大概就用10nm來講 它的譜大概是這樣的 所以這個其實我們 有很多種這個particle 你監測在環保署的網站 可以看到他們有PM10的支數值 也有PM2.5的支數值 那一般PM10 就是它用個濾網濾下來 小於10micron 就叫PM10 小於2.5micron 就PM2.5 那一刻有PM1.0 小於1micron 這樣子就是 各個不同的size 它可以用不同PS 把它濾下來 來測定它的這個濃度的情況 那我們為什麼特別 因為它不同的size 那我們為什麼 一直特別強到PM2.5 主要剛剛郭教授 跟大家提到過 比較size大的 我們也知道 我們鼻腔 這個AOS 很好的過濾系統 所以你比較大的size的這個particle 在這個upper airway 就可能會濾掉 或是在這個trache 因為它撞擊 就黏在那邊 那我們通常 正常的有很好的 那種mucro-serine clearance 它的肩膀就會自動 把這些 複子突出來 排出來 所以比較不會進到灰炮 所以要進到灰炮 通常是要小於2.5micron 所以我們特別強調這個2.5micron 因為它可以直接 就輕亂到肺炮裡去 到肺炮就會 因為我們肺炮的 那個戒指是很 很柔軟 就是以前epicillin跟endocillin 然後就 進到血液領去 所以這個PM2.5 為什麼會產生 全身性的反應 它不只引起肺部的傷害 它會經由血液循環 到引起別的地方 所以 其實除了對肺部疾病 大家會很有興趣外 包括心血管疾病 也很會 就是PM2.0造成一些 比如說CVEI stroke 或者CAMI化作 這些心臟虧視 也很有興趣的研究 所以 表示說這個 它不只是局部匯部的傷害 它會產生 這個systemic effect 那 這些 造成身體的 造成health effect 包括哪些 第一個就是局部 你匯部進來的刺激 這些物質 剛剛提供到 那麼多種成分的物質 包括油脂 機率的無機 那些都會造成一些irritation 所以你很厲害的刺激 就會造成inflammation的加劇 那再來就是 因為你整個破壞到 那個肺炮表 或者肺的 UKOSERIN CLEANS的這些功能 待會也會提到說 為什麼會造成容易造成肺發炎 因為它會 因為降低這個保護的機制 然後再來就是 它會造成慢性發炎的更嚴重 本來肺部就不好 但是這些刺激就更厲害了 所以 所以 會提到這個 infaction 跟 會加劇 會更厲害 所以這總總而言 終究結果就是 一個發炎的反應 幫我會恢復 除了在恢復發炎以外 包括在systemic也會發炎 所以它會讓我們血液容易產生凝結 所以造成這個 CAD跟CVA的發生就會增加 那總而來講 就是說 剛才提到說 其實它跟暴露的時間 跟暴露的濃度 都很多影響 當然還有包括暴露的這些 particle component會有影響 那這些對生理影響 我們在學學方面的研究 第一個當然是先從毒理學來做研究 它可能拿一些細胞的動物來做研究 那當然最重要還是要一個流行病學調查 不過流行病學調查當然它受限在於說 那不能叫病 每個人背了一個容器 就是particle收集器 然後整天就一直記錄 然後長期繼續記錄20年 然後在車上看他們有沒有得到什麼病 所以通常都是一個用估計的方法去統計 我們都知道 大概每個地區都有設有監測站 那只能根據這個監測站濃度 在估計這個地區範圍裡面 人們它所受到的影響 那其實每個變成健康情況也不太一樣 所以它要去做一些統計商的估算 所以這個epidemic data當然大家都會說 你做了很多很多的假設 假設這群人的步入是一樣 假設這群人的健康情況是一樣 每個病人的抽菸也不太一樣 抽菸也會影響恢復很多很多的問題 也會影響心臟問題 所以它經過這些叫做叫什麼之後 然後算出說這個PM任務跟我們疾病的關係 當然這就是一些統計學的方法的應用 那最後當然我們根據臨床的觀察 就可以再證明說 PM任務跟很多很多的健康有很大的關係 那剛好已經講到說 大的particle它就被鼻子被氣管堵住了 那只有這個比較小的particle 尤其是小於5μmH 尤其是小於2.5的 它會直接到肺炮裡面去 到肺炮區域它就直接可能會 刺激一大堆反應 包括最最重要的理論就是 產生的是Astetis trace Astetis trace它會破壞DNA 造成DNA damage就會容易 長期暴露就會造成Casinogenesis 那也會造成局部的發炎 包括各種發炎的環境 發炎環境之後 就吸引各種發炎細胞來 這長期慢性的發炎 也會造成肺癌的過程 我們都知道 以前 像virus infection B肝C肝 為什麼它長期發炎會得癌癌 那你黑的包括Pyroid 在那邊發炎 又會造成肺癌 所以這個長期的發炎 也是造成肺癌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這些包括 DNA damage 還有這個發炎 兩個加在一起 就產生這樣的結果 那如果再詳細來講 就是說這些 所講的V radical 這產生Dioxide 或者是H2O2 然後又跟Nitrioxide 有發生反應 所以是這些 另外加上這些金屬 另外有很多的重金屬 這些金屬 這些金屬讓這個反應 變得很厲害 變成產生很多 free radical 那產生 reactive stress 就剛剛提到說 產生DNA damage 當然也會去破壞 DNA repair的機制 然後也會去 醫治細胞交往的機制 就是說它讓細胞突變 又要讓細胞不要死掉 那這樣細胞就會 亂張增生 就會最後產生 這個cancer的過程 那有很多Peper 做這樣基礎的研究 他們都是拿 CNi來做研究 那它加入的話 我認為說 它可以把空氣中率 做到PM2.5 或者是做一些 你可以直接 要做誰可以 直接去買這個PM2.5 的Mimic 的東西 就是產生 直接賣你PM2.5 然後你加入細胞裡面去 就請評估它 產生怎樣的反應 那這邊Peper 它正在今年 Uncore Target 它只要是做 它產生的 這個Free Radical 會抑制 這個Transaminis 的M9 然後會造成 Global Hypopulation 就是局部的 假計劃會減少 假計劃減少之後 這些基因就不穩定 因為假計劃是可以讓 這個基因關掉 那全部的假計劃減少 基因就 斷斷 開始Expression 就會產生很多 Uncore菌的表現 也會產生基因的突變 另外它又把好的基因關掉 經過這個AKT 然後經過這個 特別的Transaminis 所以是Methyl transferase 然後造成P53 P53 P53 P53就被關掉了 所以一個 Humor Suppressor菌被關掉 Tumor Uncore菌被表現 最後就造成Tumor Genesis 有很多類似這樣的Paper 他們就拿這些Party 去做CN9實驗 Toxicology Study 那這些 這些要加的基量 他們當然會採摧說 我不能一下加太多 加太多 加太多就不成一個 急性的毒性反應 細胞就會死掉 所以它是一個 慢性長期的暴露的 模仿臨床上 看到這樣的結果 那另外一篇P53 登在去年 這個也是類似的情況 它就是說 理論上 你細胞做到破壞之後 它應該容易死掉 為什麼 這些做到破壞的細胞 它會保存下來 變成Cancer 它做法就是說 這DMLD 我剛剛產生 產生DNA Damage之後 它會去活化 這個AMPK 有一個特別的Kinex 這個Kinex 會去抑制 這個MTO MTO 本來會要抑制 AUTOFACE DNA突變的關係 會造成Cancer 這是有一些很多 就去這樣發表 我舉起用幾個例子來看 那為什麼我們會覺得說 空氣中霧霧滿滿的 本來都以為說是起霧 結果其實 連大白天太陽在的時候 它還是霧滿滿 那因為剛好這個 霧滿滿的指數 剛好可以反映這個 這個Policle size 那Policle size 如果在Micro mode 尤其在PM2.5小 2.5的情況下 剛好是可見光的範圍 在可見光的範圍 在可見光範圍裡面 它因為它干擾這個可見光 所以我們看起來就霧滿滿的 剛好說我們眼睛可以看到的光線 的情況 剛好是PM2.5 size 影響 所以以後大家看到霧滿滿 大概就知道說PM2.5很高了 看不到101 就要躲起來了 好 那剛剛這個土在 郭教授已經秀過了 就是說其實 有一大部分 是在沙漠地區 當然有一大部分 是在發展中國家 那工業污染 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那 我們就是說 台灣這個在WTO裡面 是被歸在這個 這WTO圖 歸在大陸裡面 這沒辦法 那看起來就是想看說 我們其實不會比韓國太差 那 跟日本也差不多 所以其實日本的PM2.5 也沒有好到 比我們好得太多 所以其實 這變成一個全球的問題 好像是在區塊裡面 很多國家都有這樣的問題 那我們國家定的標準 這是環保署網上download下來的 那標準是 20小時中間要 平均值是35mcg per square meter 就是地方公尺毫克 35 35這個其實是蠻低的 我們平常有時候看的都是五六十 那 年平均要小於15 所以這個幾乎不太能達到 所以全台灣都幾乎要超過這個數值 唯一能達到 剩下沒多少個鄉鎮 尤其只有現在東部的區域 還有台北的雅民山的那個側站 可以測得到小於這個數值 所以為什麼要喜歡住在雅民山 可能有這個原因 這就是台灣 在2014年 那這是全年的平均數值 可以看到其實 比較綠的當然是越來越小 小的平均值 0到15是最綠的 這是標準值 大概只有台東八連 宜蘭還可以維持這樣的情況 那最糟或最高的就是雲林 所以剛剛也解釋過為什麼雲林這麼糟 每次都是報雲林 會恐怖非常嚴重 這是台灣在2014的地圖 昆布圖是這樣 當然這是靠監測站 每個縣市監測站密度不太一樣 但是它就是監測站的平均值 所以也不是說每個鄉鎮就是這樣同意 這只是代表數值 那大家也不用太灰心 就是說 其實這個數值看起來 有些地方還是真的還不錯 至少不是那個40-50 大部分都維持在 10-20 當然是不到那個normal range 標準值以上 但是還是比高準值稍微高一點 當然提到講到最高還是中度這些縣市 那最好就是花蓮太多 那我們想像中 離島工那麼強 應該會吹好一點 可是這個金門連江 可能不知道是靠大陸太近還是怎麼樣 那邊應該也不太會工業務長 不過事實上他們是 跟中南部地區差不多 所以住在這個金門連江的P22 並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好 還是要去住東部 比較好 所以可能大家要搬到台東花蓮去住 那剛剛提到說 這是104年的數值 就是說 如果20小時標準 只有這三個車站 是符合標準 那如果年平均值 也是只有這三個 這四個站是符合標準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說 其實台灣地區所有的 大部分人口密集的地方 都超過我們自己環保署所制定的標準 所以每天其實都是有稍微健康的危害 那不過大家也不用太灰心了 其實我們空氣品質是逐年在改善 那只是因為最近大家特別重視這個 P22的數值 最近指暴的新聞怎麼特別多 以前都沒有人知道 因為以前沒人關心 記者也不管 其實以前更糟糕 這是 2005年到現在 其實是一直改善 只有中間這2013年突然再編發一點點 那其實2014年 甚至這幾年裡面 最好的情況 所以我們其實是有在逐年改善 但是 那剛剛 我們就聽聞到指暴 指暴是到什麼情況 以環保署監聽的標準是70億 大於超過70 micromop per square meter 就是要在指暴 那我們要最好是 能夠綠色是在這個地方 20幾 30幾還可以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 很多APP會隨時監控 大家所在地方的PM數值 那決定說你要出去 要怎麼辦 那如果很高的地方 是全部人都要躲起來 那如果還好的地方 就只有那些 high risk顧 比如說心臟缺管疾病 或是腹部呼吸道疾病的人 要小心 這是我們可以網站來測掉 什麼叫值 那這個2.5它到底 對dunk cancer什麼關係 我們先來講一下 那估計 大概 這是全球的估計 大概全球dunk cancer15% 是因為這個PM2所造成的 所以這數值也是相當高 因為dunk cancer是癌症死亡第一名 那占15%是相當的高 那這些數值 大部分是從瘤器病學調查 那我們舉 瘤器病學調查很多 我們舉幾篇來講一下 這是最早登在JAMA2002年 那它是一個美國的一個 coho study 它是追蹤了120萬的病人 那追蹤了十幾二十年 然後去看看這些病人 它最後得到肺癌 然後跟這些病人普通的關係 那最後發現是 每增加10mg per square meter 會增加8%的dunk cancer mortality 這是死亡率 那當然它也會增加其他的病的死亡率 所以這pain paper做起來是8% 那如果說我們知道dunk cancer跟抽菸還有關係 那其實不抽菸病人 在臺灣dunk cancer也很嚴重 那同樣這個study group 他們分析同樣coho 他們只分析這個不抽菸的病人 那最後它到底是情況怎樣 會發現它的risk是這樣 是不抽菸病人的risk 比剛剛講的1.08還要更高 然後care ratio是降低到1.22 尤其是濃度高到 這只有20 這單位是20 不過是想像多少七八十 20已經算是很低的情況 我們大概每天都在20 差不多20 所以其實它並沒有一個水優說 你低多少就不會到什麼dunk cancer risk 所以他們估計是這個樣子 如果你要很低低 各位數才認為說沒有dunk cancer risk 稍微一直越來高dunk cancer risk 就這樣一直增加上來 尤其是止爆之後它是exponential上升 所以這個cancel risk 是沒有什麼安全數值的可言 那剛剛提到說 Nemar Smoker 它如果來氣氛的話 它的head ratio是1.19 所以等於是增加了降低20% 所以對沒有抽菸的病人 它這個pM2的影響 是比抽菸的病人影響高 那有趣的是說 這些都是head ratio都超過1 那什麼情況下 head ratio會低於1 這個很難解釋 就是肥胖的病人 肥胖pM2 body mass 應該是大於30 那head ratio反而是減少 所以越胖是越安全帳 那如果它有asmo 它的head ratio該打5倍 那它如果有alds 13.2倍 所以這些病人 這些人就要特別小心 因為它對這個pM2的影響 特別大 那其實我剛舉兩個study 你看這麼多study 專門都在北美 澳洲 那日本也有 其實我們沒有本土 這樣子 看這個prostate 也叫做study 這是環保署應該努力去做的事情 那如果有這麼多study 就會有人做meta-analysis 來分析說 到底這種dunk cancer的risk 是多少 而且他們單位都是每增加10的 micro mode square meter的數量 那從對面地上看的head ratio 是1.1 所以也都做起來都有positive 那歐洲人數比較少 就會有head ratio 1.03 那這透頭來講 全球的這些study head ratio 也將近1.09 將近1.1的數值 所以是很多study 都蠻conscient說 這pM2.5的量 是跟dunk cancer的mortality 或者是risk 是有關聯性的 那我們就知道 其實不抽菸的女生 得到廢線的 在台灣地區很多 所以想分別說 那肺腺癌跟 以及他的癌症 比如說scriven cell casinoma 這個pM2.5的risk 是不是有差異 可以看到 其實pM2.5的risk 對肺腺癌 他head ratio 1.4 這相當高 所以的確是 對肺腺癌的影響 是比對 瘤狀上比較的影響比較高 等於是說pM2.5比較 相對 對這些不抽菸的病 的risk比較大 所以他們得到就是 addenal cell casinoma 那pM10 就沒有這麼大的影響 那最後結論就是說 pM2.5是一個全球的問題 那我們 他影響是很廣泛的 不只包括A2.3 那這個pM2.5的數值 雖然是在下降 但是他還是沒有到達 所標準的數值 就是還不到normal range 那造成肺部的傷害 造成發炎 造成DNA的adda增加 所以就會最後造成down cancer 那尤其是在不抽菸的線來病人 有這些影響 那我們台灣地區有這麼多 不抽菸線來病人 是不是這pM2.5的影響 就不太知道 他需要有procept data來分析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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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種講話是說 他的那個 他的死亡組織比較多 那我們的pM2.5 本身的在sustainable 他會提供機器在那邊 他再去扣掉細胞 以為這樣distribution 出散掉 我們可以解放下來 這 不過這個只是 沒一種講說 這樣子 其實比較重的那個 給你講 不過剛剛之後 你有提到一個說 這跟long term disporture 跟那個 短時間大量disporture 會有差 那對long term 沒有提到說 在多久的disporture 時間 他的可能 這個risk會再增加很多 沒有 沒有他在講 他通常 就是只有那個 量的 跟那個 long term risk expansion的關係 通常 long term是要經典離約才產生 所以他 是沒有說 到底是 他們覺得 我們抽菸 抽菸到底抽多久 的long term也是沒有人會知道 所以這個 是沒有這樣的data